第四節 我們除了這個諸詩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都需要一些新發明 我們那個照明 我們由蠟燭 然後點鯨魚油 燈泡 然後有光管 然後有LED 現在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有沒有一些新的發展呢? 如果只是說照明技術 一直都有的 如果緩顧一點 尤其是剛才台長你講到LED 我記得在90年代自己還在做中學生的時候 你不會在鴨寮街買到藍色的激光 那時候就剛剛有綠色的激光 有個大學教授手上拿著綠色的激光 來做 laser pointer 就講到很厲害了 現在你買都買到的 這樣比紅色的激光是貴一點的 但也不是一個開天殺界的價錢來的 甚至乎你可以找到那些觀星筆的藍色激光 光到橙到你真的眼睛都睏了 那些真的我覺得要很小心 不要亂來 不只是說你不要射到人家的眼睛 因為那種光的強度可以強到就是 你射到一個普通很暗的表面去反射出來的光 一樣已經是很傷眼的 所以我就千釘萬祝大家就是說 這些東西是那個功率 如果有些比如在外國 你接觸到這樣的情況 就要小心一些 這些東西最好就留在一個 實驗室那裏固定那裏看到 但是就算你在鴨寮街那裏看到 那些功率就是正常的功率 你會找到有些是紫色的鐳射筆 功率是低的 就是說功率低的地方就是合法的 安全的 那你會找得到的 我自己個人去看 當你集齊到紅色、綠色和藍紫色 這些激光齊了之後 那我就覺得整個激光顯像進入了新美情 因為這種光的三元色齊了 於是就令到我們白色的LED燈 現在變成虎充街市 非常之容易找得到 以前主要是白色LED燈都是沒有的 買一些LED就是紅色 最容易買到很便宜的 後來有綠色 那種LED技術和激光技術 你發覺是同步的 因為他們背後牽涉到 都是那種叫做半導體技術 同一種的半導體技術 只不過你在半導體的技術 做一個適當的設置 就可以將它由LED 變成一個激光去射出來 要加多一些的結構 你就會看得到 這個故事還未完結 說真的 現在畫面看到台長那邊 和我那邊打了的白燈 基本上就是白色LED燈 就是科技的成果 但是這個故事還未完 因為我們要用這些光源 不一定是我們可見的光 其實在很早的時候 大家可能有些定義就是 以前有三十一年多 你可能會用過CD-ROM 或者播放DVD 播放VCD 或者播放LD 如果說播放VCD 播放LD 用CD-ROM 其實那個CD 本身的DRIVE 本身是用紅外光激光的技術 後來我們有些好一點的技術 就是藍光技術 自從有了藍色的LED 以及藍色激光技術 這個藍光技術就走入了我們的CD-ROM 但其實到了這個差不多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技術就是 因為我們不再需要用到這麼大的東西 去安裝DATA了 於是又有了那些 Flash Drive的技術 現在我們很少再聽 藍不藍光 現在基本上我們不在乎 這裡講遠了 紅外光的激光 紅光 接著到綠光 藍光 它的激光技術和LED技術 現在都走入了市面 接著我們再向整個光譜的另一端去找 有沒有紫外光的激光技術 或者紫外光的LED技術 原來是有人去做的 而且是有用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那種 講的那種晶片技術 晶片技術其中需要用到 現在最先進的晶片技術 講的由荷蘭那裡掌握到那種 那種叫做什麼 去製作那些很精細電腦的那種技術 或者台積電那種光刻的技術 光刻機就是荷蘭製造的 但是那種光刻的量產技術 就由台灣的台積電那裡掌握得很好 另外南韓的三星也有 製作電路圖的設計 美國那邊就一流 所以三者合璧就真的是天下無敵 所以這個就簡單地講了整個晶片技術 但是那個光刻技術 你要刻到一個很精細的電路 你就需要用到一些波長非常之短的光 亦都說能量級數很高的光 那種以前從普通激光光刻 做到要用到藍光來做光刻 甚至乎是用到藍光也不夠 是用到紫光的波段更短的來做光刻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在香港有一間中資的 這些這樣的晶片公司 紫光技術就剛剛倒閉了 就是剛剛都是搞不成的 就是為什麼它現在搞不成呢? 因為紫光都歐地 所以它改錯名字了 它改的時候以為紫光很厲害 但是結果它自己還沒搞成紫光已經歐地了 所以那個科技快度就是現在是 你講的荷蘭講的那套光刻技術是紫外光光刻技術 其實我講這麼大堆的意思是純粹想告訴大家 要控制這些能量級數越高 和波長越短的光是越難的 另外就是做藍色的LED 比起以前做綠色和紅色的LED都是難的 所以你想像到做紫外光的LED更加難 更加麻煩的 然後做紫外光激光 又是另一個很了不起的事 但是這次要報道說了這麼久 其實有人已經做了紫外光 不是紫色 錯 紫外光主要是軟紫外光 就是更加高能量級數的紫外光 就是你剛剛離開紫光一點就紫外光了 但是紫外光還有分高低的 再短一點再強一點的LED燈現在是做了出來的 我就會說了 我們現在用冷界去瞭解到紅藍綠的這些LED或激光技術 其實已經是我們在納苗街都可以垂手可得的東西 真正現在走在科技最尖端前頭已經講的是軟 或者叫超紫外光技術 超紫外光技術就是用在光刻上有 OK 接著就是說可不可以整成激光呢 和可不可以整成LED呢 現在這一刻我們就知道 那個超紫外光的LED燈呢 是有做了出來的 那譬如說你的超紫外光LED燈 和我們日常在用的LED燈有什麼分別 最麻煩的是你看不到的 紫外光 還有殺傷力要小心一點 大家都知道照紫外光燈不能照得多 但是呢 你又要看看哪個頻譜的 當然 凡是這些我就會說 紫外光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它能量太高 高到一個地步 它是那種有電離能力的級數 就是說它可以打到一個物件上面 令到那些物件上面的化學物質 有電子彈出來 如果照下去那樣東西是我們的皮膚 是我們的皮膚上面的DNA 它就會破壞我們的DNA 這個太陽的紫外光 正正就是我們皮膚癌的其中一個的元兇 所以就說 如果照紫外光燈不可以曬太陽也好 照紫外光燈不可以照得多 就是這個原因 甚至乎真的會傷眼 最麻煩就是 因為它是一樣 會搶傷我們 就是這樣說 不會搶傷我們 但是又可以燒焦我們視望的一種光 所以為什麼 要戴太陽眼鏡 那太陽眼鏡最好防UV 就是因為有一些我們看不到 但是會傷到我們的這些紫外光 甚至超紫外光可以隔得到 這個東西本身是一個能量很高 但是我們看不到 但是實際上也是有實際的用途的 有些實際的用途 我們不覺意都說了 就是在晶片製作那裡可以用得到 另外就是說 現在這次的那個 如果你說是紫色的LED燈 那個光就不是拿來給你 幫你去做晶片 但是有一個很簡單的用途 就是什麼呢 就是幫你去做消毒殺菌 是的 就是說如果空間裏面 你想有一個紫外光燈 很便宜的紫外光燈 功率很低 為什麼說到用LED會這麼好呢 就是因為它可以用電很少 功率很低 亦都一樣達到那個效果 於是一樣可以幫你很省電地去 就是殺菌消毒 其實就是這個最基本的用途在這裡 但是當然了 其實我就會說 後面潛藏的就是 其實那套紫外光的半導體激光技術 應該都成熟的了 就是用在那個電子元件那裡 我不知道將來武器那裡 會不會都要用到這樣的東西 就是會看到又一個 新里程的出現 我們自己也看到一些 和平時都有用的 我現在去圖書館 公立公文圖書館 他們有一部機器是紫外光消毒的 因為你知道在近幾年 你記不記得那個東西 好像一條光管一樣 是的 那就是用光管的原理 但是現在在說的是用一顆LED 就是現在是做了一顆紫外光LED出來 是一個很小的一個的元件 那這裡又要很簡單講一下 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它難的地方就是 本身它自己發出來的光 是可以很容易破壞自己本身的材料 就是我在說要發出這個紫外光的LED燈 它自己本身裡面是有適當的半導體材料在這裡 其實這件事呢 從藍光技術的時候都面對到這個問題 但是說真的 你問我他們為什麼後來會克服到呢 他們為什麼會找到一個對的材料去做 令到整出來的東西可以很耐用呢 我實在都說不出 這個是他們經過很長時間的研發去發現到 找到一個對的一種的半導體 就是超過一百 就是過 就是 怎麼說好呢 起碼是過到一百小時之後 就是將指標越來越高 你過到某一個小時的數 你就代表著可以進入這個商業的領域 就是譬如我現在買盞燈 如果你告訴我只穿了一百小時 我當然不會買 因為除了一條數就只有四天 就是如果用四天就燒的東西 我買來幹什麼呢 但是就是說 如果是一樣 不是經常開啟的東西 就是譬如你那支Laser pointer 那支拿來去教書用的那支東西 OK 那支Laser pointer 你不是按住這個按鈕就要長開的 那個是你喜歡就按一下開一下 其實那些可能能夠用到一千個小時 那已經可以是一個合理的商業產品了 那現在這一種這樣的製作 就是 我正在詳細的具體是哪些材料 我自己都不知道 通常都是那些Gallium 什麼AS 這些Indium等等 這些材料組合而成 但是具體可能有偏差 都是利用那種半導體技術 做出來的材料 而那種材料 發覺它放出來的紫外光 它自己能夠頂得住 不是那麼容易受到破壞 那這一件事就令它可以 整這種半導體的LED技術 和半導體激光技術 變成可能 好 那這個相信將來有其他很重要的用途 那這一節就結束 那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講這個科學回憶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